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有没有看到塞伤 石乎兰也是会塞伤 何况是这种比较交络一点的石乎兰 这个把它放在 其实它其实有在网子下 只是它那个刚好有一个缝隙 然后缝隙下它就塞伤了 你可以看它叶子 这个就是塞伤叶子 塞伤是这个就没有救了 像这个叶子就会从这边挂掉 基本上呢 塞伤的状况就是这样 突然在一天的时间 它就变成白色的 这个是我这边第一颗塞伤的状态 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叶子 两个状况可以处理 一个是把它剪掉 因为这个你看 这个是整个积节都坏掉 它整个侧面整个坏掉 这个坏掉的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感染 所以我比较建议是直接把它剪掉 剪掉以后呢 它的感染就不会出现 这时候呢 就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这个石乎兰 这种玉石乎兰就很吊诡 因为它需要强光 但是它又需要冷的环境 所以你看天热一下下 它就晒伤 这整个都晒伤 那晒伤通常都是一片的 就是顺着那个光线晒过去 简单说它的叶子累积过高的热量 热量 那这时候呢 变成说它热量太高的时候 它叶子整个的叶里头的细胞就坏死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就是晒伤的状态 非常的严重 那过来就是把叶子剪掉 像这个 这个都叶子 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感染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放着 如果没有感染的话 其实它可以 放着慢慢的 它这个就会黑掉 会黑掉 那黑掉以后呢 就是如果没有感染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我通常会把它剪叶 剪叶的原因是因为我怕它感染 因为等它感染的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呢 基本上像这个 这个整个黄掉以后呢 这个水分也输送不过去 所以下面这一块就会死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状况 如果这个是像这种太严重的状况 就可以考虑把叶子剪掉 所以这个真的是 非常一个麻烦的现象 尤其是在夏天 今年的夏天特别的炎热 那每年夏天就越来越炎热 其实也没有说今年 就每年夏天状况越来越糟糕 所以在夏天网子还是要防好 你看我那个是有个洞 有个洞 那其实因为那时候 有洞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是死忽懒 应该是还好吧 结果一下就晒伤了 非常非常的快 每几天 昨天看还好好的 今天就完全阵亡了 那当然只有它 只有它 其实就是只有它 非常的脆弱 焦落 所以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好 那这个晒伤以后 我建议就是把它剪掉 这边就是剪掉 这边也是剪掉 然后让它 你看这个黄黄的地方 这个黄黄的地方 就有可能 还是有死亡的细胞的地方 所以说不定有感染 我是建议剪到绿色的 完全没有那个黄黄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剪到那个黄黄的地方 它会止住 它会止住 但有时候是止不了 它止不了就一直往里头扩 里头扩的时候 你可以再继续剪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要剪之前建议你的剪刀 一定要消毒过 不管你用杀菌剂 不管你是用酒精 不管你是用火 其实基本上都要杀菌过 会比较安全 有时候我们在剪东西的时候 会带细菌进去 本来剪的没事 然后剪完以后 没剪之前没事 然后剪完以后就死掉了 非常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消毒过 那其实它长的状况 目前还好 我现在想要把它移到水墙旁边去了 会太危险了 但是水墙那边有个缺点 它的光线不够 光线不够 所以可能我觉得 它的状况不会这么好 所以我可能要移到 另外一区有网子下面的地方 让它成长 因为你看它很明显 就是一赛就赛伤了 非常的严重 那虽然它是人工的苗 所以它比较耐一些些 但是还是一样 一赛就赛伤 而且昨天没事 今天就突然赛伤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 真的是很迅速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 我的建议就是 你的网子一定要架好 如果有洞的话 自己就记得要看好 虽然那时候留那个洞 我是觉得说应该还好吧 应该没有那么差别 就发现就是因为那个洞而赛伤 其他只要有网子的地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好感谢大家收看 这个就是赛伤的状况 那怎么处理呢 就是剪叶 剪叶 那其实也没有其他方式的处理 就等它长新叶出来 那基本上建议的处理 就是把受伤的叶子除掉 除掉以后呢 过来呢 把它移到比较 光线没那么强的地方 或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基本上还是要看这种 这种兰花的特性 像它本来就是适合高阳光的东西 其实还是要移到阳光下 但是就是要遮网 这非常的重要 遮网是现在夏天 有些蝴蝶兰或蝴蝶兰的保命符之一 你太强的光线是它会完全死掉 就是产生这个赛伤这种的状况 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想办法 第一个先除掉这个 把这个叶子的地方剪除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过来 就是把它移到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 但是也是要符合它的生活的环境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